当机器人的脚下装了俩风火轮会发生什么 用脚使劲踹他一下 意料之外的他竟然迅速稳住了身形 接着让他斜向爬坡上下楼梯 或者跟着歌曲左右摇摆 比我想象的要酷很多 毕竟在同时装上了轮子和伸缩腿后 他不仅能以轮式运动在城市道路中快速移动 还可以通过足式运动实时调整腿部的姿态 以此来应对障碍越野和攀爬斜坡等挑战 属时具备了很强的机动性和稳定性 但其实轮足机器人这个概念早在2000年左右就有了 所以现在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 好像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那下面这个呢 轮足界的变形金刚Tita 2023年5月29号 国内本墨科技公司 在伦敦举办的ICRA上发布了这款产品 同样是轮足式机器人 但令人惊讶的是 它可以分身重组 视频中你能看到 要是把两个这样的Tita机器人连在一起 一个四轮足机器人就诞生了 可问题来了 轮足机器人的分身重组技术是如何实现的呢 为了做到灵活拆装 本墨科技采用了模块化设计 它们在Tita机器人的顶部安有一个通用导轨 并且全身拥有八个自由度 如此一来能应用的场景就多了 比如装个机械臂 就能让它开门取东西 想去逛超市了 那就给它加个购物框 秒变生活小助手 另外它还支持各种模式下的二次开发 可以通过机载编程完成其他级别的操作 比如不同场景下的关节和行为控制 Tita机器人的关节部位 使用的是准直驱动器 轮毂电机则采用了直驱技术 在运动控制系统中 机器人的定位精度会更高 再加上内置的多个相机和传感器 从而保证了 它能在各种环境中快速反应并做出调整 来到平坦的地面上 可以转着轮子跑 遇到障碍物后 就主动绕行 或者随坐随站 很适合传送物件和勘测地形 虽然外形看着相当呆萌可人 但它的负载能力可不小 一个重达300多斤的物皮 它能拉着走很远 关键还不用担心因断电而影响工作 Tita机器人的电池设计是热插拔式的 所以在对机器进行供电时 可以不用断电 同时Tita机器人还配有Tita Tower 能够实现机器人360度的平面视野 大大增强了对环境的感知能力 通过上述技术不难想象 无论是在特定行业 还是在日常生活中 轮足机器人可分身重组技术的实现 都会对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有很大的提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栏旺